哈囉大家好我是倩珊 現在很多人都會說他的工作是在做行銷 好像只要講到行銷兩個字就感覺很fancy 這個產業真的有這麼好賺嗎?還是真的很爆肝呢? 還有現在也很多人都會希望自己可以接到業配 好像稍微有一點知名度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那業配到底應該怎麼談?業配真的這麼好賺嗎? 今天我們就來揭秘這一切 歡迎Blair 嗨大家好我是Blair Blair是我接業配認識的行銷廠商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有關於行銷這整大塊 還有大家應該最好奇的就是業配的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時間 抽獎時間趕快訂閱頻道並且在底下留言 我們將抽出五位觀眾獲得瘋王乳霜體驗品 以及金白茶花粉 如果想要擁抱青春保養的步驟是絕對不能少的 今天要推薦大家的是台灣頂級瘋王乳專家 IMAS的保養三步驟 我們直接請到IMAS創辦人來和我們分享 大家好 創辦這個品牌的時候呢 是希望可以提升台灣在地蜂農這個產業 同時把所有好的事物分享給大家 像我們的乳香復活水啊 洗完臉以後噴灑全臉 就可以維持水分 讓肌膚不乾燥 再來呢使用銀扇精華油 滴幾滴在手中搓揉開 然後均勻的塗抹在臉上 不會黏膩而且很輕膚 最後使用我們的明星產品 蜂王乳霜 最主要的成分當然就是皇室御用的保養配方 蜂王乳 而且我們是採用新鮮的蜂王乳喔 所謂新鮮的意思就是它是乳狀的 不是經過處理的乾燥原料 這樣才能完整保留蜂王乳裡面的豐富養分 我們的產品堅持使用天然來源 歡迎大家使用看看唷 好那首先呢就是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自己的背景是怎麼樣 就是我之前念的是北醫的管理相關的科系 所以這跟行銷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那你後來怎麼會跑到行銷公司 因為你曾經也在蠻大家的行銷公司對吧 應該是說那時候其實因為我們學校 因為是醫學大學嘛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的管理的話 是在醫院做企劃相關的 因為那時候有機會去到了公關組 然後就有碰到公關行銷這一塊 然後就蠻有趣的 所以畢業後就想說那直接先進公司看看這樣子 因為你本身本來沒有行銷相關的背景嘛 所以你後來有去那個嗎 進修 對 後來就有去英國念了一個行銷 想說好像看起來比較厲害 欸好像很多人念行銷就會跑去英國念 對 去玩 所以你後來英國念完行銷之後就回來 然後繼續在行銷這個產業工作 那其實我覺得行銷很多人聽到 就是覺得這個詞有點太廣泛了 好像很多人都說他在做行銷 行銷到底有分哪幾種 其實行銷真的分非常多 你可以是產品行銷 可以是企業行銷 其實簡單來說我覺得現在市面上 大家可能會講大概是三個 就是行銷 廣告跟公關 是不是還有一個活動 活動也可以 你只要是活動的話 你就是活動公司 你是行銷公司 廣告公司 公安公司 你是媒體公司 太多了吧 太多了 那所以你自己本身是做哪一塊的 就剛剛講的好幾個裡面 我可能有經過兩個 所以現在在公關 我現在在行銷 我也跟你太不熟 剛從公關離開 那你一般就是在跟KOL 或什麼網紅明星談業配的 那個是誰 公關的話 談的通常是比較沒有錢的 就是我今天給你公關品 然後請你幫我有些露出 比較不會有 就是費用上面的一個交換 那如果是有費用的 有費用比較多 就會是行銷廣告這一塊 就是我跟你談好 今天我要你的肖像權 我今天要你幫我開箱 然後我要你 在你的本頻道上面 去幫我去分享 像是一個產品產生了 然後可能就會交給好小的行銷公司 或是廣告公司 什麼之類的去處理 那像他們可能會辦 什麼產品記者會 新品發表會 那這個又是誰在做 這樣講好了 因為這個比較像是公安公司 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活動公司 就是簡單來說 我今天給個範例好了 例如說欠山出了一個產品 可能是減肥藥 減肥藥 現在有一款 市民產有一款最新型的減肥藥 然後這款減肥藥 它作為品牌 它需要找人去幫他辦活動 去幫他做事情 以欠山出了一個減肥藥來說 今天你做行銷的話 你會需要在開發這個減肥藥的時候 就先去做一些市場調查 例如說現在市場上 有沒有很多減肥藥 那大家減肥藥的特性是什麼 你要先去了解這個市場 我們說的洞察 這個市場的一個趨勢 跟它的一些比較特性 然後找出你這個產品的特點 然後針對這個特點去放大 然後這時候你可能會想 我今天我需要一個上市記者會 我要讓大家都知道 我要發給很多新聞媒體 那這個情況下 就是找公關公司 幫你寫篇新聞稿 然後幫你辦一場記者會 邀請新聞媒體來 那如果今天呢 你想說 可是我要找一個人 幫我拍個廣告片 把這個廣告拍出來的人 是誰 廣告公司 他可能會去想 用什麼樣的方式 運鏡啊 腳本 怎麼樣去呈現 怎麼樣有個創意 讓大家一看到這 可能短短15秒 30秒的影片 就可以立刻記錄 欠山出了一個 欠山排 健肥藥 廣告片出來之後呢 我今天在 星光山又外面的 大看板看到 我今天在ATT前面的 看板看到 這種戶外廣告 或者是我今天在 滑Instagram的時候 滑Facebook的時候 我滑到 或者是我今天在Google 搜尋減肥藥的時候 下面旁邊跑的banner 有跳出來這個素材 這些東西都是行銷公司 我們說的媒體公司 去做的媒體採購 所以就是 哇你一個產品出來的時候 你會需要 其實需要行銷的每一個部門 或是說每一家不一樣的公司 做不一樣的事情 去幫你推廣這個產品 你一個產品上市 你有太多的行銷推廣的手法 所以其實很多企業 他可能會需要很多 公司要幫他 如果是個大企業 那有一些公司 他可能是屬於比較小一點的 他可能自己一個行銷人 他就要做好全部的事情 那也太累了吧 所以他沒有那麼光鮮亮麗 所以那你就是 這三類 就是有這麼多的公司 或甚至是部門 或是有些公司 可能是全包 那這三個種類的行銷裡面 你覺得 你個人覺得哪一個做起來是最累的 我覺得其實 都蠻累的 對 那當然有一些大公司的說法是 今天你如果在鬆成路的 某一號上面 門口看計程車 通常10點 9點10點上車 可能是公關公司的人 然後可能半夜一兩點 可能是廣告公司的人 對 對 可能會不太一樣 有一些比較我們說的 像創意 一些比較藝術類 他們通常都是越夜越美麗 就是好像在深夜裡 才想得到一些創意 對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常 會是動腦 動到絞盡腦汁的感覺 然後像是 我自己所知 可能像是好活動好了 你要辦一場記者會或什麼 那個也是超級累 但那個就是身體累很多 也都很累 因為像我之前辦記者會 也是100個新聞媒體要來的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唱歌 哪裡很大 然後我們就要從前面 就是這個記者會有沒有一些亮點 我今天是不是倡議一些議題 是新聞媒體會願意來的 因為他畢竟不是廣告 他畢竟是沒有付錢請他們到現場 所以你一定是要用一些有新聞議題的點 然後才可以讓那些就是 新聞願意過來 或編輯願意過來 那有的時候我們記者會可能 就靠藝人這個亮點 對 所以多數你可以看到 有藝人的話通常訪他的娛樂線 跑他的就是娛樂記者一定會到 多數會到 然後如果剛好搭上他 當時最近有些什麼話題的話 又一定會出現 但這時候公關就要避免 他們因為就是專訪藝人的時候 藝人講的一句話 直接蓋掉我整個活動 所以這種我們通常在就是藝人QA 或聯訪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確保就是 這個問題是不是會稍微影響 或者是去跟我們比較熟識的媒體去溝通 是喔 可是形象這東西又是 就是日新月異 就是一直很不一樣 你當初在英國學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才是FB時代 現在都已經是IG或Tiktok 或是YouTube 沒有這麼遙遠 沒有這麼遙遠喔 已經有Instagram了喔 那可能你的學長姐可能在學五名小站 什麼之類的 我不是在什麼叫五名小站 不然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你可能學完了 好不容易回來 那你是在英國學 那英國他們的那個社會文化 可能也跟台灣或亞洲這邊不太一樣 那你真的覺得當初學的東西是可以派上用場的嗎 因為其實我不是行銷本科畢業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需要去了解一些專有名詞 我需要去了解一些像是Digital Marketing 然後Political Marketing 各種Influencer Marketing 這種大家最喜歡的就是KOL KLC這一塊的 所以應該說課本上面學的是一個大方向 然後你可以把它應用在現在的一些趨勢上 對 就是要先有基本的觀念 然後當你在工作上面碰到的時候 你會說原來是這個原因 所以我需要去做這件事 就如果今天剛畢業 然後進了一間公司 老闆說這個TA是20到30歲 那你要幫我去看一下他們的平台 你只是照做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但你去念了 你就知道因為我要去了解市場上的這些東西 剛剛可以補充一個 就是行銷這件事情 多數我們會分兩種 一種人是直接在品牌端做行銷 一種人他是在Agency 就是代理商 那原因是可能剛提到的品牌端的行銷 他一個人要包辦很多事情 他的職缺不會很多 在職缺不多的情況下 你可能變成 我今天一個人要做很多事情 一下要辦記者會 一下又要找業配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找廣告公司拍廣告 而且這個前提是 你有這些預算 可以去發這些Agency 如果你沒有就是自己一個人要做掉 對 那公司就請你一個人 那通常這種缺比較少的話 你一個沒有經驗值的人去 你確實沒有辦法去立刻承接 也因此多數的人 他想要 他可能會先去Agency 先去學摩這些技能 然後拿到這些技能之後 他可能再去轉換 再去卡位 對再去卡位 就像我們有碰過很多 就是我們在Agency 然後呢 在這裡工作 然後我當時一定會服務某些客戶 服務到客戶非常的滿意 然後問我們要不要過去 然後我們就會挖腳你們 因為你已經等於是 完全不用再做那個training 因為你直接就已經知道 他要做些什麼 當然只是還是會不一樣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Agency可能 你做的不會是 產品開發的部分 但是你如果在那裡 你需要去管這麼多挑選 那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只要到品牌段 錢就比較多 比較穩定 因為我接觸比較多的是外商 所以當然會比較多 但你也就是 也會非常的累 就是可能你會看到客戶 可能就晚上12點 才在那邊回你的信 也有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在做行銷 現在感覺好像很多人都在做 那真的 就是行銷的產業 會飽和嗎 現在 其實就是供需嘛 只要有需求 然後你是作為這個攻擊者 其實都會是有個平衡的 所以現在其實還是可以 在經行銷這個產業 其實行銷產業 我覺得一直都是一個趨勢 然後我們現在也有一群 就是Gen Z 就是Z Generation的年輕人 可能一些品牌 他做了二、三十年了 他TA可能都是固定 例如說他固定 可能是25到35 但是他可能十年前就在做 這些人已經35到45 對 你要重新去跟這些25到35的 世代的人攻擊 對 那你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所以他其實確實是一個 一直在變的 你每一天可能都要學習新的 知識的地方 而且你要自己去補充這些資訊 像可能 你如果今天要跟大學生溝通 你不知道Dcard 你不知道這個論壇 你還在PTT 對 那可能當然就會不一樣 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的操作方式也不同 但是這樣子 你們會不會很容易的 就是職業壽命有點短 就像你剛剛說 可能25到35 是你現在這家公司他的TA 結果你待10年之後 你已經不是25到35歲了 那現在剛出社會的人 他可能就更 比你更懂 要怎麼去做現在的這個25到35 如果我今天已經在這間公司 待了10年了 然後10年後 有一個小朋友25歲的人進來了 然後他就是 你說他要取代我位子 除非我都沒有在進步 或者是我這10年的經驗都是 都是P 對 除非是這樣 除非是這樣 不然那些小朋友 他們都還不會的話 他們只是我有一個Fresh Brand 就是我可以透過他們 有一些新的碰撞 所以其實他們可以給一些很多 年輕人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那他們也需要有人來帶領 所以其實我覺得行銷這個產業 你說會會飽和 大家都在做 那你怎麼樣子可以 就是比較突出 就是你真的要用心去 我們就積極認真工作 對 就是去累積自己的人脈 累積自己的一些經驗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今天要當你們這個team 我今天要跟你們合作 因為你們有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這樣就要來談談 業配這個黑暗的一面 新聞媒體都會寫說 某某明星代言了什麼什麼產品 幾百萬入袋 我覺得很好奇這個幾百萬是真的嗎 你合作過這麼多商案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行為 讓你覺得最不爽 都已經過到法務都好囉 突然就可能對方會來一句說 某一項要刪掉 然後那一項可能是 例如說 我的人的畫面不能出現在你的新聞稿上 請問我為什麼要邀請你 你有20萬的views 所以我們當然期待 你這個views 我們可以設一個比較高一點 例如說我設25萬的kpi 對他來說他就會說 我發一篇這些東西都是要錢的 大筆的錢大概多大 真的很大 你說30萬報價 超過 兩三倍 兩三倍 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點情緒 誰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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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